一个得到了这个结果者 他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 四国任何一种追求的过程当中 称他为就是一个像 比如说一流像 一流像就是为了得到一流果 而进行不断的安住于 得到就是一流果的加行 就是这种加行者 叫做一个一流像 那同样的一来果也是如此 同样道理一直来退 土里肯正 身为的行者的话 他为了得到身为的阿罗汉果 主要的就是得到解脱果 而进行时修身为的道 那这个修了身为无道的过程当中 他有先的身为行者 逐渐的得到了四国 有些人只有先得到一流果 再来得到就是那个阿罗汉果 那么有些人呢 前三果一来果不还果就没有得到 只有就是得到一流果跟阿罗汉果 这个也有 但是这个修行者自己修行的方式不同 原因就是得到结果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八顺 第八顺是什么 从阿罗汉下面就是算起来 比如说阿罗汉果第一个 阿罗汉像第二 不还果是三 不还像是一两国者一来像 那就是第七个就是一流果者或者是一流像 就是这个第八个就是一流像 那一流像是从哪里到哪里可以算一流像 就是不一定所有的身为独具的行者 达到了一流果者或者一流像 不一定的 比如说他一开始入身为道 他本来就是一个身为的那个中性者 他比较身为中性比较强 因缘具足的话 他就入身为道 那入身为道的主要的因素是 最起码就是一定要处理性的基础之上 再来就是希求解脱之心 一定要强烈的就是产生的希求解脱之心 这样的话才可以入身为道了 那如果连处理性都没有的话 入不了道了 处理性就是本身是一个入道 道之门嘛 入道的门 那处理性也是真的是不容易的 处理性就是 对于三界的促手 身体受用 一点不贪注 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果你感觉到这样的时候 你就是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处理性 如果你希求解脱 一直苦苦生生的讲 聊聊上口说 还要希求解脱 解脱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就是学佛者当中也有 或者普罗大洲 里面也有这种的人 比如说一直喜欢讲 希求解脱 得到解脱轮回 那你想要希求解脱的话 解脱是什么 解脱的定义是什么 那解脱者是谁 你想要远离轮回的话 轮回是什么 想不出来 那你就是我们个人有无之中的问题 你想想看 你学了多少的佛法 还有受了多少的教育 你到目前为止 其不清楚 解脱轮回是什么 解脱是什么 解脱者是谁 轮回者是谁 轮回是什么 这些不清楚的话 那我们就是达到了一个 不造作的处理性的境界 是真的很快难的 处理性一方面去 追求解脱之心 一方面说 想要处理轮回之心 这两个是一样 你想要远离轮回的时候 间接的就是想要追求解脱 对不对 入身为道之后 比如说资粮道 下中上平 上上平的时候 他就是转移到家庭的准备 那这种的身为主性者 他转移到家庭 必须要的条件就是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有达到了 言无我的直观算意的上谋定 言无我的圣光 什么时候得到 就可以同时转移到家庭道 家庭道就是乱迪瑞 是第一法 组建的这样的修行 修行的时候 那到了是第一法的时候 他永生之年 就能得到了间道的话 那这个间段就是 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了一个 一流想 身为独觉的是第一法 从这里开始到了 算一流想 那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 有些人算是一个一流想 有些人算是一个一来想 有些人算是不幻想 这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区分呢 比如说我们欲见的房子 有分类为九种 先我们分为三种 初中还有下三品 一个也是再去分为 就是三三品 这样的话总共有九品 欲见的房子 九品当中 如果你达到了身为 十第一法的时候 如果你消除了欲见法 那五第五一下的 这样的一个 十第一法者的话 他就叫做一个一流想 原因是什么 他达到了间道的时候 唯一的得到就是一流果 除了这个之外 他得不到一来果 跟还有不还果 阿罗汉更不用说 他不能消除 欲见任何一个烦恼的种子 他就只是一个对治现实的烦恼而已 除了这个之外 他没有能力就是完全断除 欲见烦恼 任何一个欲见的烦恼的种子 他没有这种能力 他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治呢 他就修了世间的禅 但是那个一流想的话 他就是还没有达到了安置的境界 所以他就是没有达到安置的境界 就是世间的安置的境界 世间的 但是他除世间的道体性的安置 已经得到了 他缘无我的直观算力的三摩地 已经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十第一法者 深为的十第一法者 虽然他消除了欲见的烦恼 第一到五一下的就可以 现实的部分就是他可以消除 可以说什么 论点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断除 这个断除是不是彻底断除的 这个是一个只是让欲见的烦恼 水灭潜伏 除了这个之外 欲见第五烦恼一下 彻底断除 就是他没有这种能力 一流过就是 尖道十六产那 你们知道吗 尖道十六产那 八种无尖道跟八种的解脱道 这个叫做一个 这个叫做一个 尖道十六产那 那所以呢 得到了最后的第十六个解脱道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一流过 断除偏激烦恼 所得到的灭地 跟同时得到的尖道第十六产那的解脱道 这两个是叫做一个一流过 那所以呢 他的主要的前提是 从加息道 是第一法那里开始 到最后的尖道十六产那 最后的解脱道的这个中间 他不停的努力 一直去遵循得到了十六产那 最后的就是解脱道 所以断除偏激烦恼的一个面地 一直追寻这样的一个时候 这个叫做一个不断的安住于 得到一流过的加息 不中断的安住于 追求一流过的加息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一流下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他一流过 一来过或者不还过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 举例来讲 你只是今生修了一些的世界的禅 你消除了世界的一些欲界的烦恼 那你消除欲界的烦恼的程度多大 多高 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去 消除欲界的烦恼 那我们现在没有能力 彻底断除欲界的烦恼 原因是什么 我们没有任何的无间道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武器 没有像没有资格 那没有的时候我们想尽办法 不要欲界的烦恼有机可乘 所以想尽办法就是压制 不要让它陷入 你能够控制多少的欲界的烦恼 有些人就可以能控制 差不多欲界的烦恼 就是我们分类为九种的话 大多数的欲界的烦恼就能控制的 有些人少数差不多一二三四五 那有些人完全一个欲界的烦恼 线细的部分也控制不住 那有些人完全控制住欲界所有线细的烦恼 你看有不同的 一模一样 你看一流向的话 他就是控制一半 欲界烦恼第五一下的 还是有控制住的 但是大部分的欲界的烦恼控制不住 所以他就是一流过 也许他就是虽然是身为圣者 还是他由于烦恼导致 再来就是投身轮回 就是他的问题就是这个 他完全控制不住 所有欲界的烦恼的时候 他也肯定会还是第一次二次上次再来 就是不断的业余烦恼导致 在轮回当中再来的 那一来过 一来像跟一来过者 他为什么讲一来 他来到哪里 那一来像一来过者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大部分的欲界 可以控制的 但是少数的欲界烦恼 现象的部分还是没有控制的话 这种的原因 他还是一世再来 他一世再来 再来就是下一辈子 比如说我们今生的话 他再来下一辈子再来 他就能够得到解脱 下一世就是再来 就是他彻底断除 欲界的所有一切的烦恼 这样的话 他今生相续当中没有限制 任何的欲界的烦恼的话 没有造一头身欲界的烦恶 这样的话 你下时就中断了 不还国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还国者 如果你今生消除了 所有一切欲界的烦恼 消失的话 那再也不会投身欲界了 原因是什么 投身欲界的因素就没有了 所以一流 或者是一来 或者不还 这三个就是有这样的差别 我为什么讲欲界的烦恼 我刚才讲 投身欲界的人 一定有欲界的烦恼 引导你 再来就投身欲界 那色界的话 由于色界的烦恼 引导你色界 那无色界的话 由于无色界的烦恼 引导你无色界 除了这个指纹 没有的其他的 我们平常讲 业余烦恼导致 业余烦恼导致 主要的是引导者 就是一个善界的烦恼 那所以一流向的话 他也不能对峙 善儿界的烦恼 他也不能完全消除 欲界的所有的烦恼 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是在 由于欲界的烦恼 导致在就是几世 就是投身欲界 一流向的间线的话 居社论 世青的看法来讲的话 一流向就是从 身为的诗地义法 夺觉的诗地义法 从那里开始 得到了第十六个 解脱道的时候 他就叫做一个一流国者 他已经得到了一流国 所以不算是一个一流下 他已经得到了一流国 那如果你尖道的当下 还是没有完全消除了 欲界的烦恼 但是你大部分的 比如说六七八 八种的欲界的烦恼 消失掉的话 你终于得到了 尖道十六 刹那的最后的解脱道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了一来一股 他就是比一流向还比较就是厉害的 原因是什么 他已经断除了大部分的欲界的嫌惜烦恼 他再来就是投身世间的欲界的因素是比较少的 所以他只有一次来遇见 再来就是不会来的 不会投身的 这样的话 他就是一流向 一流向的这些是 是第一法开始到 第十五刹那 可以算是一来向 第十六刹那 那一刻不管是怎么样 都是可以说是一来国 一来国者 他已经得到了 一来国 那第三个不还国的意思是什么呢 嘉行道的 一上的入尖道之前 他已经消除了所有欲界的烦恼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不还相 他准备开始追求了不还国 他还没有得到了 尖道十六刹那 第十六个解脱道之前 他就已经消除了欲界的所有的烦恼 那这样的人得到了最后的第十六刹那的 那个解脱道的时候 他就能得到了不还国 原因是什么 他从此之后就再也不能投身欲界了 他已经远离一切欲界的 那个限期的烦恼 那所以呢 阿罗汉下就是没有问题的 他追求阿罗汉 一直不断的修道着 就可以阿罗汉下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问题的 阿罗汉就是解脱龙回 就是阿罗汉国 对不对 五周菩萨在阿弥陀摩上类当中 讲的一流相 还有一来相 不还相 大概就是他 见现实都是一个见到一相 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 取舍论当中一流相也好 一来相也好 不还相也好 这个都是见现实可以 所谓都觉得是第一法开始可以算 所以呢 这个是两个论点不同的点 就是这个 遇见的烦恼现实的部分如何去控制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的外道也好 佛教也好 他们就是外道也是这么想的 比如说他们觉得 哎呦 这个世界是非常的苦 哎呦 遇见的人生命端 还有就是非常的复杂 生老必是就是永远都是一直围绕着自己 这种的深渊没办法脱离的 那所以呢 他就是一直想要比这个更好的一个地方 下一辈子去希望能够投身 善恶皆热和一种 比如说色戒17天也好 无色戒4天也好 他就是追求这样的时候 一方面就是他对于轮回的业力感 那一方面轮回的一部分就是他还是去执着的 原因是什么 色戒5色戒还是属于轮回 轮回的世界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不算是一个处理性 但是本面上看起来有点处理 但是这个是偏面的处理 不是一个完美的全面系的一个处理 所以这个也有问题的 那所以开始他们 欲界的身体受用生命都无兴趣的 没有兴趣的 他这样的去思维的时候 那对于欲界的四身相伪处法 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时候 那你控制住欲界的烦恼 我们现在控制不住欲界的烦恼的原因是什么 平常我们讲无妙欲 无妙欲是什么 四身相伪处 色身相伪处 就是我们加了一个妙欲 那我们终生就是完全是被他吸走了 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精神都是被他吸走了 那这样时候我们过度去执着 无妙欲的时候 那你控制不住自己的烦恼 那一直不断的心力拥有的烦恼 一直陷息 由于自己陷息的烦恼 导致自己生活当中过得非常辛苦 外道也有非常的能力者 那他们就是观察的时候 我一听生当中 我自己领受到的多多少少的烦恼 多多少少的痛苦都是 确实是欲界的烦恼 导致所产生的 那所以他遵循快乐的时候 他想尽办法控制欲界的烦恼 这算是聪明的嘛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日常生活当中遭遇到的 这种种种的痛苦都是 抑郁欲界的烦恼 导致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的烦恼很复杂的 有了这个身体 又有了生老必死 又有了就是无妙欲 那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烦恼 那如果你看不到 无妙欲的过坏的时候 你绝对控制不住自己的烦恼 我们看到就是 比方公司里面的 所有的私生香味出发的时候 强烈的陷器就是我们自己的烦恼 好 这个好漂亮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所以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又要 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又要 很香的一个食物的香味的时候 想要闻 很好听的音乐的话 很想听 这个都是一个烦恼限期 那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引起烦恼的一个因素了 如果你控制不住的时候 那所以这个上面 加了一个我们的身体 无欲 所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你看我们个人知道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面临到的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如何去面对这都不知道 比如说外在的一个物质上 条件上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是叫朋友来帮忙 还有就是我们到处的去求助吧 对不对 可以解决的 但是内心面临到痛苦的时候 那你没办法的 如何去解决自己的内心的痛苦 对不对 如何去承拔你友好的安乐 你如何去享受自己的快乐 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 这都是不在于外在的物质上 都在于我们自己的思想 或者是情绪上面 佛教的看法就是 人一定要发生那些 一定要单纯起来 朴素 一定要单纯起来 这是我们个人可以控制的 一定要先知道 年轻的时候 追求的这些的 你想要享受这些的 都是一个引起烦恼的因素 引起的烦恼 肯定会带来很无数的痛苦 那我们如何控制 我们自己的烦恼 所以对于无妙欲的看法 一定要改变 其他的畜生的话 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么凶狠的老虎 狮子 豹 他们吃饱了以后 就是晒太阳 就是躺在地上 就旁边就是猎物出来了 他就眼睛看都不看 他饿的时候就开始攻击 我们人类不是这个 今天吃饱 温暖的时候 还是想明天后天 到老死的之间 都是一起想 怎么办呢 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死了之后怎么办呢 所以 知道吧 我们人类的就是 最悲哀的地方就是这个 你今天吃饱 朝暖也不够了 你一直想明天后天 还是后天明年 那就是 永远就是 满足不了自己的 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 这个思想当中 你就得到游和的安乐 不可能的 它完全让自己的心就 扰乱了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你想的跟你就是做的 完全是哪也别处的 这种的感觉 你看想要就是追求的 就是幸福快乐 想和 那我们做的 想的都是 想反的 确实我们实际上来讲 人生短暂的事情 释迦牟尼佛提醒我们 诸喜无常 有漏皆苦 主要的第一个是 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 提醒自己 警惕自己 我是永远都是一个 不停的神灭 死亡无常 那你看想想看 每一个人就是最长 就是你活到了 就是一百 对不对 很少数的 那你现在到了 什么样的年龄 你算不算看 那你还是想 后事乱想干嘛 有用吗 没有啊 一天一天 就是过生活当中 完好抽象 现有的生活 让自己幸福满足 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把握住 自己的幸福 日常生活当中 面临到一些的 外在的干扰 煽动 一定要就披着 热肉的盔甲 一定要包容 宽恕 无分别的情况下 对于众生平等 不断的内息去思想的话 那你今生过得 非常圆满的 如果你入道之后 就更不用怕了 入道之后 一定要自己做得住 没有问题 能做得住 有些人说 我这样的看的话 也许我享受不到 预计的快乐 这是想错了 快乐是从哪来的 内心当中拥有的 正确的善的想法 导致 产生了一个快乐 善的思想 带来给你一个好的结果 坏的思想 带来给你一个坏的结果 这是一个 过去的所有佛 或者菩萨他们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研究了 终于得出的结论 就是 善用善报 恶有恶报 才对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 忠上奉行 恶有恶报 这个道理也绝对 所以呢 作恶莫作 平时我们讲 菩萨跟 还有就是 身为独觉的行者 两个差别 是什么 菩萨也许 投身 欲界 三界都有 为什么 菩萨投身 欲界跟 色界的原因是 他为了 帮助 欲界的众生 跟那个色界的众生 他 发跃 他的发心力 导致就是他 投身到 就是欲界 色界 他不是 不像是我们 身为独觉的行者 跟我们 反复众生一样的 我们是 业余烦恼 导致 不由自主的 投身 三界之中 菩萨是 有自主的情况下 他就是 纯粹的善 发跃力 或者 发心力 就是 投身这个世界 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控制 欲界的烦恼 再也不能 投身欲界呢 十二元气当中 我们提到的就是 无名行事 爱屈有 六个因当中 无名行事 爱屈有 这个里面就是 有多少的烦恼的部分 无名是烦恼 行事业 事是我们 种子安法的基础 爱屈有 爱是一个贪心 屈有 都是一个 属于是一个执着的部分 那这样的话 大部分的都是一个烦恼 业余烦恼 打致投身 三界任何一个 知处的人的话 他先一定要 限习 限前 你投身哪里 比如说 举例讲 你投身欲界的话 一定要 投身欲界的 爱屈有 一定要限习 才可以限前 强烈的限习 才可以 你投身到欲界 所以 你还是没有 投身欲界之前 一定要有 欲界的烦恼 限习 才可以投身欲界的 他不像 菩萨 投身欲界 那如果你 投身色界的话 也是一样的 还没有 投身色界之前 一定要 强烈的限习 投身色界的 爱屈有 才可以 投身色界 他的问题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平常讲 就是 能不能控制 欲界的烦恼 这是我们看 个人 对 我们不能说 是哎呀 我马上就 能控制 所有一切 欲界的烦恼 不可能的 一步一步的 主要的 他的最可或说 就是 但是我执 我执 不让你看到 他真实的面目 他永远都是一个 中间有隔阂 一个戏论 无名我执 不让你看到 一切的 真实的面目的时候 你就是看错了 误会了 那误会很大的 那第一个 那第一个是 无名我执 不让我们看到 一切法的 真实的面目 正下的时候 中间他 引起了很多的烦恼 他再来 不是不仅仅是 不让我们看到 一切的真实的 面目 我执 他误导 误导什么 我执 他永远都是 看自己 捏造出来一个 自己有的 当独的 我当独的一个我 看到其他的法 所以他就是 看成我一个 当独 自信有的 实实在存在的 一个其他的法 就是制造出来的 我执 是属于属于 我们个人的 我们一直不断的 跟随我执 而转的时候 被就是 那个我执 来控制的 控制的情况下 我们从无时以来 到现在为止 一直不断的习惯 一直不断的习惯 这样的一个 我执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认为 就是这都是一个正常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比较明显的 一个例子 做梦的时候 但是梦是 是一个颠倒的 好梦也好 噩梦也好 反正就是你 不管是做了什么梦 你把它当做 一个真实来看待 好梦的时候 也许有些人 被你吵醒的时候 你就很生气了 你几下的梦 被人家叫醒了 所以对他生气了 你有这样的好梦的时候 你还是继续梦下去 追求 原因是什么 好梦好的就是 每一个人都喜欢 那噩梦的时候 那被人家叫醒的时候 你就感谢他吧 对不对 哎呦 我感谢你了 不然的话 我就说不了 刚才做噩梦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感触 你想想看 你把梦做梦的时候 你把它当做一个真实来看待的原因 有好坏的一个感触 很明显的 那一行过来的时候 有这样的感觉吗 没有啊 哎呀 好梦也是 好可惜 这个是不是真实的 噩梦的时候 说了一口气 还好 这个是梦 不是真实的 佛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 我们受恶无二指的影响 到现在为止 我们永远都是 知识仍然 与生俱来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你没有自信